大学同学突然请求我,让他老婆在我这里借助几天,没等我拒绝,他老婆就已经过来了。 我只好答应,并第一时间像在外出差的老婆抱贝。 当看到同学老婆的那一刻,我惊呆了,他竟是我暗恋过的高中同学,而且比高中时更加漂亮性感。 可没想到的是,他居然像女仆一样乖巧。 主动 第一 秋节,在家吗?周日午睡刚醒,就接到大学同学红宇的电话。 老红啊,好久没联系了,在家呢,咋的了?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啊,公司突然安排我出差。 今晚就走,你嫂子一个人在家,我不放心,能能让她到你那儿借助几天啊? 你帮忙照开一下。 就先帮忙照应一下吧。但这也不太方便吧。你嫂子已经过去了,还有十分钟到你家。 我五天后就回来,到时候请你和丁秋吃饭啊。 哎,你这儿,就这样,不说了,我先赶飞机。老红挂断电话,只留下我一头雾水。 老红大学的时候,和我一个宿舍,关系不错。 他和我老婆丁秋也是大学同学,不过毕业后,我们和老红联系的不太多。 听说老红三年前娶了个学舞蹈的老婆,挺漂亮的,我们一直没见过。 今天总算可以一睹方容,只是接下来的五天会比较尴尬吧?也不知道老红这家伙是怎么想的。 咚咚咚,正在想着这些事。 敲门声响起,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开门。 往门口一看,哇,一位披着古风白纱裙的美女站在门口,应该就是老红老婆吧。 看她肤白貌美,西腰长腿,前秃后翘,简直仙女下凡啊,老红真是厌浮不浅。 你是,我咽了下口水,不好意思盯着她看。 秋哥,你好,我是齐湘莹,红宇说。 是的,是的,快警戒。 我迫不及待地请美女进来。 她踩着白色高跟鞋慢慢走进客厅,我忍不住多看几眼背影,真是享受。 你住丁秋这间吧,我们分开睡的,她正好最近不在家。 我把她往主卧领。 我和丁秋已经分房睡两年了,她还经常出差,生活完全变成搭伙过日子,谈不上多少夫妻感情。 多谢秋哥。 她微微俯身鞠躬,面无表情,十分恭敬。 不用这么客气,我和老红是好兄弟,你放心得住,有什么问题随时叫我,我笑嘻嘻地对她说。 然后转身走到客厅,坐在沙发上,止不住地开心。 想想接下来会和这样的仙女在同一屋檐下共出五天,就美滋滋的。 甚至我都幻想着发生点什么,不过她是兄弟的老婆,朋友期不可期。 所以只能在心里想想,不会有啥实际行动。 这时,手机响了,我拿起一看,是老红。 老红啊,正准备打电话给你,你老婆刚刚到这里,我让她住的主卧丁秋的房间。 好嘞,我老婆,表现得还可以吗? 还可以,啥意思? 没事,帮我好好照顾她就行,人就交给你了。 我要上飞机了,接下来会没信号,挂了啊。 那头电话挂断,我感觉这家伙说的话有点怪怪的。 离天黑还有两三个小时,在家感觉有点无聊,也不能打游戏,到时候激动得嚷出来。 给美女的印象不太好。 于是我和齐湘莹打了声招呼,留把钥匙给她,就下楼去公园散散步,顺便打会游戏。 等到傍晚,我才回去,准备带她出去吃饭,毕竟是客人,还是得招待好。 结果,我刚走出电梯,就有一股香气飘进鼻腔,闻得我瞬间肚子咕咕叫。 打开家门,我简直不敢相信香气是从我家传出来的。 走到厨房边,看到齐湘莹纤细的背影,脖子和腰间系着黑色细带。 二,她转身看到我,说,邱哥回来了。 我买菜做了饭,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。 她穿着黑色围裙,不经意间将宽松的白纱裙压紧,变成紧身衣,曼妙的身材凸显出来。 我被惊艳到了,一时间竟忘记回应。 合,肯定合,真是太辛苦你了,好一会,我才反应过来。 邱哥,已经做好了,你先吃,我去洗个脸就来。 说着,她走进主卧卫生间。 我坐在桌子前,看着一桌子美味的饭菜,更加羡慕老红,能娶到这么个美貌又贤惠的老婆。 等了一会,她还没出来,我等不及拿起筷子加一块糖醋排骨。 真是太好吃了,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。 平时丁秋不会做饭,我的厨艺也很一般,今天旗香营烧的饭菜,真是让我开眼界。 我把桌上的菜挨个尝一遍,都很好吃,真是幸福到难以形容。 此时,身后传来高跟鞋的声音是旗香营。 快来吃饭,太好吃了,我忍不住些。 我一边说,一边转头招呼她吃饭,可当我看到她的脸和脖子下面那块小胎剂时,经得瞬间停住。 七元元,我带着疑惑叫出来。 是的,秋节,是我,她依旧平静。 七元元是我高中同学,我们关系一直很好,经常被同学说成情侣。 只是我们都严格遵守学校不允许谈恋爱的规定,没有建立男女朋友关系。 后来她选了舞蹈,我选了理科,不在一个班。 我们毕业后,突然就失去联系,同学群里也找不到她,向其他同学打听,也都不知道联系方式。 没想到老红娶的竟然是她。 女大师八变,加上她下午进来的时候,化了比较浓的妆,名字也换了,我都没认出来。 现在卸下妆,我才敢确定是她。 我十分惊喜,没想到在家里遇到初恋女友,她还比之前更加漂亮,有气质。 你这些年都在哪里呀? 毕业后,一直没联系上。 秋歌,我后来去北京上大学,毕业后回来做舞蹈老师,嫁给洪雨。 那你现在还在做舞蹈老师吗? 是的,焦东方舞,这几天请假的。 你什么时候改的名字啊? 高中毕业后就改了。 本以为会是一场热烈的同学叙旧,可没曾想,她始终面无表情,十分被动。 我问她一些事情,她都会恭恭敬敬地回答,但不会自己主动提问,而且说话十分简洁。 没聊几句,便无法再说下去。 我需要盛饭的时候,她都会立刻站起来,帮我去盛。 吃完饭,她也坚持要刷碗。 我站在沙发旁边,看着厨房中忙碌的奇香营,感觉十分奇怪。 她这半天的表现,别说不像之前的她,都不像正常的女人。 好像她是一个女仆,小心翼翼地伺候我,不知道她这几年经历了什么,还是得找机会问清楚。 不过现在她给我的这种感觉,既有点怪,又有满满的征服感。 晚上,我洗漱好,躺在床上刷绘短视频。 突然,房门被推开,奇香营身穿女仆服装,向我慢慢走来。 她高挑的身材,加上女仆装带来的半折半眼的视觉效果。 显得那么诱惑,高跟鞋踩在地上,发出清脆声响,每一声都踩进我心里。 我直勾勾地看着奇香营,不停地咽口水。 香营,你这是? 她坐到床边,一下抱住我。 我顿时面红耳赤,心跳几乎达到二百次。 邱哥,叫我盈盈就好,我来伺候你。 饭。 说着,她准备亲上来。 慌乱之中,我的理智战胜冲动,轻轻推开奇香营。 盈盈,咱不能这样,会对不起老红和丁秋。 她有点委屈的样子,慢慢起身。 好的,邱哥,那你早点休息。 说完,奇香营回卧室睡觉。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心乱如麻,盈盈怎么变得这么怪,还这么主动。 虽说,我依旧很喜欢她,但是绝不会想到再见的时候,竟是这幅场景。 带着满心的疑惑,我努力让自己入睡,明天还得上班。 就在快要起床的时候,我做了一场春梦。 梦里的场景十分销魂,盈盈穿着性感内衣走到我的身边。 随后,我们一阵颠纶捣缝。 舒爽不已。 在梦的后半部分,我已经有一丝清醒,知道自己是在做梦。 只是梦境过于美好,我不愿睁开眼睛。 直到把整个梦全部做完,我迷迷糊糊地回味了好一会,才不舍地睁开眼睛,准备起床。 可刚翻一下身,就看到旁边平躺着个女人。 我惊得往后一退,那个女人缓缓转过头,是盈盈。 她面色红润,一脸艳足的样子。 盈盈,这! 我掀开被子,看到我们都赤裸着,身上还残留着一些液体。 在环顾房间,床上地上,到处都是春痕。 我瞬间明白。 刚刚那不是梦。 正当我内心复杂,不知如何面对盈盈时,她温柔地说, 邱哥,刚刚还满意吗? 满,这! 我很错愕。 有需要的话,随时传唤我哈,我先去帮你做早饭了。 她从床上坐起来,慢慢穿上黑色薄纱睡裙,整个过程春光尽收我的眼底。 刚刚她还用了传唤这个词,仿佛她真成了我的女仆。 盈盈离开房间, 我躺下来,思绪复杂,感觉自己闯了大祸。 这要是被老红或者丁秋知道了,那该怎么办啊? 懊悔一阵,我想事已至此,只能希望这是永远成为秘密吧。 班还是要上的,得赶紧起床。 我刚洗漱好走进客厅,就看到餐桌上已经摆好丰盛的早餐。 牛奶,豆浆,烤面包,煎鸡蛋,包子,三明治等等,我妈都没给过我这样的待遇。 秋哥,刚坐好,请享用早餐。 我坐下来吃饭,所有东西都好好吃,真是享受。 你这么快就做这么多。 秋哥,我凌晨提前起来坐的。 看着盈盈黑纱睡群掩盖下,若隐若现的娇美身躯,真是比丰盛的早餐更美味。 美食和美人做伴的早晨,我的能量补充得满满。 不舍得出门上班。 秋哥,慢走,等你回来享用晚餐,盈盈半鞠躬送我,我第一次感受到一家之主的荣耀。 这一天,感觉阳光灿烂,秋风送爽,整个人像是搭在火箭上,快活不已。 到了下午,我去隔壁城市见客户,也就是老红他们所在的城市。 坐在咖啡馆等待客户的时候,看到另一端坐着一男一女,他们的背影好熟悉。 好像是丁秋和老红,我惊了一下,他们都去出差,而且在不同地方,这应该不是他们吧。 我按捺不住疑惑的内心,准备上前去看看正脸。 确认一下,可正当我屁股离开凳子,准备过去的时候,客户过来了。 这是我的重要客户,不能怠慢,我只能等会再找机会去看看。 和客户寒暄一阵之后,我在抬头看对面,那两人已经离开。 顾不得那么多,我只能继续和客户谈合作。 经过两个小时的商谈,我们最终签下合同。 走出咖啡厅的第一件事,就是先后打电话给丁秋和老红,试探性地问问他们在哪里。 结果都得到各自在出差城市的回答,并且还发工作照给我。 我这才有些放心地回去。 晚上到家,刚一推开门,就看到盈盈给我准备的满分惊喜。 客厅暧昧昏暗的红色灯光,餐桌上美味精致的菜肴和两个高脚杯里的红酒。 最诱人的是盈盈穿着低胸丝绸长裙,身上的重要部位隐约凸显。 她早已站在门口,毕恭毕敬地等着我。 四,邱哥,欢迎回家。 此情此景,我都怀疑开错了门,这个家从未如此吸引人。 我踏进门,她接过我的包去挂号,看到她的后背几乎全露,接近臀部位置,真是一条优美的曲线。 我深情地望着盈盈,有一股立刻扑倒她的冲动。 实际上,我自然还做不出这样的事来。 接着何盈盈面对面坐到餐桌旁,举起红酒杯供饮。 晚饭期间,我们的聊天依旧是,我问她答,略显冷清。 不过在这样的相处中,我能感受到说一不二的皇帝的感觉,也是飘飘然。 最关键的是,盈盈时不时做出十分魅惑的动作。 她的肩头高跟鞋,好几次从我的小腿位置缓缓划过,拨人新鲜。 很快,一瓶红酒见底,我们都稍有醉意。 盈盈突然缓缓走向我,施展她特有的魅力。 在肢体抚摸中,我们兴奋不已,难以控制自己的冲动。 接着,我们自然而然地转移到沙发上,一阵翻云覆雨。 当我们激战症憨时,盈盈手机响了。 我本以为她不会接,没想到她一边继续身体的动作,一边拿起手机接通。 我既惊讶又紧张,放缓动作,不敢发出声音。 而盈盈则完全不怕的样子,动作越来越猛。 喂,老婆,在老邱那边还好吧? 还行,老公,放心吧。 好的,那就行,你们吃过饭了吗? 啊,吃过了。 老婆,你怎么了? 没事,我在她家按摩椅上按摩呢,太舒服了。 哦,好的,那你先按吧,我去吃饭了,拜拜。 拜拜。 她终于挂了电话,我的心脏差点跳出来,一时间还没完全缓过来。 而盈盈似乎更加兴奋,我们又经过好一阵激烈战斗才停下来。 这是如果让老洪或者丁秋知道的话,我有些担心。 放心,他们不会知道的。 盈盈坚定地表示,不会泄露出去。 秋哥,累了吧,我去给你切个果盘。 她起身去厨房,没一会就端出一盘切好的水果。 盈盈温柔地将水果喂进我嘴里。 那一刻,我开始后悔,当年为什么不更努力地找她的联系方式,说不定现在她就是我老婆了。 哎,这么好的女人,竟然被老洪捡了便宜。 盈盈确实比丁秋好多了,更漂亮,更体贴,更贤惠。 接下来的两天,盈盈依旧制造各种惊喜、浪漫与诱惑。 家里的沙发、厨房、卧室、卫生间都有过我们激战的痕迹。 这几天,是我二十几年来最幸福的时光。 到了第四天晚上,盈盈穿着树身皮衣和黑色红底高跟鞋。 脖子后面连着一根皮带。 她把皮绳交到我手上。 我瞬间,被这种特殊的趣味搞得极度兴奋,拽着皮绳牵着她走进卧室。 在丁秋的床上,我们享受着身体的欢愉。 可就在我们刚刚结束的时候,一回头,突然发现门口站着一个女人。 呜,老,老婆,你怎么? 我顿时感觉五雷轰顶,惊慌不已地看着门口的丁秋。 你们这对狗男女,丁秋大骂。 你说谁呢? 我觉得被骂肯定是避免不了的,也没准备反抗,可没想到旁边的盈盈一反这几日的常态。 直接对起来。 说你们呢,丘姐,你等着。 说完,丁秋摔门而去,我六身无主地坐在床上。 没想到丁秋出差提前回来,现在全完了,她不会原谅我的。 我知道几乎没有挽救的余地,只能躺在床上,等着丁秋明天来下最后的判决。 还有老红,我要怎么面对她啊,感觉很对不起她和盈盈。 哎,怎么会搞成这样,我心乱如麻。 相比之下,盈盈则淡定很多,她去卫生间洗一洗,然后回到床上。 对不起啊,丘哥。 盈盈,别这么说,是我对不起你和老红。 放心吧,丘哥,没事的,先好好睡觉。 说完,盈盈便抱着我,开始睡觉。 我继续这么躺着,不停地胡思乱想,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。 第二天早上,我被一阵手机震铃吵醒。 拿起来一看,是老红打过来的,我不太敢接。 犹豫一会,还是硬着头皮接通,早晚要面对的。 喂,老。 丘姐,你特么还是人嘛,我把老婆放你那里,就是觉得比较安全,结果你倒好,你。 老红,真的,哎,我不知道怎么。 你特么别说了你,我算是看透你了,竟不干些人事。 我真没想到会这样。 没想到,没想到不还是做了。 我告诉你,丘姐,听到丁秋跟我说这个消息,我简直不敢相信,他发视频给我,我才确定。 我现在赶回去,把公司的大客户都扔在这里,公司肯定也要我赔钱,你先转十万块钱给我,填补这块损失。 还有,现在就把齐香营送到我家去,你把钱赚了,人送好。 然后立马滚,我不想看到你。 我被说得哑口无言,毕竟做了亏心事,只能认在。 把十万块转给老红之后,我送盈盈回他家。 送到目的地,看着盈盈进去的背影,我感到十分愧疚和伤心。 这件事还没结束,我得先赶回去,说不定丁秋啥时候就去找我,我还想最后试试挽留一下。 到家里,我前脚刚进门,丁秋后脚就过来了。 老婆,对不起,我,我对于丁秋卖力的忏悔,希望能有一丝回旋的余地。 且,现在知道对不起了,早干嘛去了。 我也不跟你废话。 把离婚协议书签了吧,明天去拿离婚证。 他十分决绝的样子,我依旧不死心,各种解释和保证,希望不要离婚。 可丁秋明显是吃下秤妥铁了心,丝毫不为所动。 万般无奈,我只好接过离婚协议书。 你看好了,房子一人一套,现在住的这套归你,还没装修的那套归我。 我们共有的账户里的钱都归我,还有股票基金啥的都归我。 你也别不乐意,谁让你出轨的,你要是想闹到法院,我奉陪,到时候你只会拿得更少。 看着一脸冷酷的丁秋。 把账目算得这么清楚,我心痛不已,一点夫妻情分都没有了。 不过,我自己犯的错,受到这些惩罚,也是理所应当。 留给我的这套房子大概一百平左右,是我们结婚时,我父母出钱买的。 没装修的那套,有一百四五十平,位置也比这边好,是去年我们俩一起全款买的,上个月刚拿房。 我们共有账户的存款,有将近一百万,大部分都是我存进去的。 现在我基本算是净身出户,因为自己的存款只有十五万,今天还转给红宇十万,现在就剩五万了。 不过,这都不是大问题。 凭我的能力,肯定能再赚回来。 只是,出了这样的事,我羞愧万分,也不知道怎么面对父母。 唉,走一步看一步吧。 在丁秋的催促下,我签好字。 他立刻收起离婚协议书,简单收拾几件衣服和物品,就夺门而去。 只剩下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沙发上。 没多久,我再次睡着。 到了傍晚,门铃声将我惊醒,我起身开门。 吃惊的是,门口站着的竟然是盈盈,他还拎着行李箱。 六,秋节。 他目光坚定地看着我。 冤冤,我脱口而出,这次没有叫盈盈。 我感觉到,他不是前几天那种乖巧女仆,而是变回那个熟悉的高中初恋。 你还是叫我盈盈吧,我更喜欢现在的名字,他露出柔和的微笑。 不得不说,盈盈笑起来,要比前几天美得多,瞬间将我拉回高中时的懵懂与美好时光中。 你不请我进去,他调皮地说。 哦,快快,快进来,我赶忙帮他拿行李箱。 盈盈,你这是,走进客厅,我看着行李箱,这才感到疑惑。 洪雨衣回来,就拿出离婚协议书,让我签了。 我听了十分愧疚,真对不起,都怪我。 你不用自责,这是不怪你,我是自愿的,我和洪雨本来感情就不好,而且当时在你家,是我主动的。 我听完,内心好受一些,但是依然很愧疚,不知道说什么好。 我现在没地方住,能住你这里吗? 当然,当然,你放心住。 住一辈子的那种呢? 我听完一机灵,抬头看着盈盈,她的眼神坚定,真诚。 好,我们一辈子住一起,我养你,我深情地望着她,一股幸福的能量从内心升起,泛在脸上,成为一缕微笑。 从此,我和盈盈住在一起。 第二天上午,各自去领离婚证,办理财产交割。 下午,我们共同去民政局婚姻登记处,领取结婚证。 晚上,我们吃饭庆祝。 回到家之后,盈盈突然拿出一张银行卡给我。 红宇把房子和所有账面上的共同财产都拿走了,可她不知道,我一年半前就成为舞蹈机构的股东,后来又入股这座城市的一家连锁机构。 这一年多,效益不错,我自己有一百多万存款,只是红宇经常不着家,在外面鬼混,我的情况她什么都不知道。 我知道,我知道,丁秋肯定把你的钱掏空了。 这张卡里有四十万,你先拿着用。 我听完一阵感动,这种好女人,红宇都不知道珍惜。 不了,钱你留着用,我很快就能赚回来的。 在我的再三拒绝这下,盈盈只好先收回去。 对了,你说红宇经常不着家,那为什么前些天她要把你送过来,还说自己第一次出差,这是我一直感觉挺奇怪的。 哎,不知道,她根本没去出差,估计是找了哪个女人到家里鬼混,把我转移出来。 这小子也太可恶了。 算了,都过去了,我不想管她的事。 婚姻本来就已经名存实亡,正好出来也清静,还可以来见你这个老同学。 是这样,那。 好了,别管她,现在跟我们毫不相干。 更何况,今天算是我们的洞房花竹叶啊。 盈盈的话,一下子将我从这些疑问中抽出来。 接着便开启我们的欢愉一夜。 之后的一段时间,我们踏上蜜月之旅,打算等到年底再补办婚礼仪式。 在风景宜人的休闲度假区,我们尽情享受彼此相伴的美好时光。 可就在蜜月的最后一天,我们收拾行李,准备回家的时候。 我再次看到两个熟悉的背影出现在酒店。 那时,丁秋和红宇,我看着他们搂搂抱抱的背影,小声嘀咕。 气! 老公,来帮我把这个箱子拎一下,盈盈突然叫我,我赶紧过去。 我刚刚看到两个人,很像丁秋和红宇,我一边拎箱子,一边对盈盈说。 哦,有可能是他们,不过不关我们的事,他很坦然。 那倒也是,我现在和盈盈生活得很幸福,他们怎么样都管不着。 本以为,我们和丁秋和红宇不会再有交集,毕竟是在怨恨中分开的。 没想到,刚回家一个星期,就迎来他们这对不速之客。 那是一个周末晚上,我和盈盈在家享用烛光晚餐。 身处浪漫的氛围中,我们十分愉悦。 吃到一半,突然有人猛烈敲门,把氛围破坏得一干二净。 我十分不悦地去开门,发现居然是丁秋和红宇。 他们黑着个脸,丝毫不客气地走进门。 丘姐,之前离婚我忘了要精神损失费,现在过来拿,丁宇先发话。 什么,精神损失费,我听得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。 齐相迎,我也是来拿精神损失费的,我都打听清楚了。 你在两家舞蹈培训机构入股,赚了不少钱吧,竟然瞒着我。 此时红宇说话的嘴脸,是我见过最丑陋的。 你们有完没完,离婚的时候,你们不都把大部分财产拿走了吗? 我气不过,你和齐相迎的行为给我们带来巨大精神损伤,我们需要精神补偿,六十万,一分不能少。 你们太过犯了,我现在一点都看不出来,你们有什么精神损伤,倒像是来讹人的。 丘姐,你别想抵赖,我们这里可有视频,还有录音,你要想抵赖,我们就去法院起诉你们。 到时候可不止六十万。 你,我被气得说不出话来,一提到视频,我就泄了一半气。 这时,红宇竟然拿出手机,播放录音,内容是当时我和盈盈在家说话的片段。 虽然不是什么露骨的内容,只是生活对话,但我听得依然有些心虚。 你,五十万行不行,我开始松口。 这时,一直没说话的盈盈,突然打断我。 丘姐,不要被她要挟。 我惊了一下,转头看着她。 红宇,你有录音室吧? 好,我拿个东西给你看看。 说完,盈盈缓缓走进卧室,没一会拿出一个水杯。 我一脸疑惑,记得这里面装的什么吗? 她将水杯拿到红宇面前。 红宇一见到这个水杯,明显有些慌张,旁边的丁秋也是一样。 爸,我哪知道,这是什么,红宇说话明显没了底气。 我这才意识到,这些事情背后肯定有我不知道的秘密。 那这段录音熟悉吗? 盈盈说完就开始播放录音。 给你看个好东西,我从黑市上新搞到的红宇的声音。 这是什么,丁秋的声音,他们在一起干吗? 哈哈,只要三颗就能够让人乖乖听话,你让他做什么,他就做什么,要想持续五天没问题。 这么厉害! 明天我就混在水里,给齐香营喝下去,把它简单训练一下,去勾引秋节。 只要他们出轨的证据做时,我们就可以同时离婚,拿到最多的财产。 我的天,你可真聪明,这样比直接离婚划算多了。 哈哈,我们在齐香营的包里放上窃听器,时时监听,好留下证据,你也可以找准时机回家。 桌奸在床,我听得怒气冲天,总算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。 红宇,你个狗娘养的,原来你和丁秋早就有一腿,你们竟然还对盈盈做出这样的事,我愤怒地抓住她的衣领。 你们两个,以为我不知道,这杯水我根本没喝,后来都是配合你们演戏,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窃听器,一到我和秋节的关键时刻,就没有声音了。 我说怎么回事,还以为信号不好,原来是你关掉,红宇脱口而出,突然意识到问题,才捂住嘴。 早就知道你们不会那么容易罢休。 证据我都留得好好的,红宇和丁秋荒德说不出话来。 红宇,你挪用公司的公款,窟窿还没不好吧,来我们这里额钱。 盈盈的这句话,直接让红宇贪坐在地上。 我无比痛快和愤怒地看着他们。 你从两年前就和领导打麻将,钱都输光了, 然后挪用你们公司那么多公款来赌,要不是丁秋帮你,你早就被公司发现,告上法庭了。 丁秋你也够傻的,放着秋节这么好的男人不要,非得去找红宇这么个垃圾人。 好了,你们的事我也不想管。 从此以后,各走各的路,录音和水杯就不会有人知道。 听盈盈说完,红宇和丁秋狼狈地逃走。 我还处于惊讶之中,原来这都是他们的圈套。 转过身,看到身边的盈盈,我抱住他。 你当时知道他们的计划,为什么还要配合他们演戏? 为了你啊,你不知道我嫁给红宇,但是我早就知道你娶了丁秋,因为丁秋经常去找红宇。 我当时也不确定你还喜不喜欢我,于是将计就计,成全他们,也成全我们。 我听完,更加喜爱这个美貌智慧的女人。 把她抱得更紧,你喜欢那个女仆式的我,还是现在的我,盈盈突然抬头问我。 当然是现在的你,我毫不犹豫地回答。 现在的你,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,女仆人社只是偶尔玩玩,有点刺激,但是久了就不行,我当然想要一个灵魂伴侣。 不错,有眼光,那今晚我继续做女仆吧。 她调皮地说,啊,我有些错愕。 偶尔一晚的刺激,她笑着,我顿时明白,兴奋不已。 这个夜晚,盈盈换上性感睡衣,毕恭毕敬地走向我。 主人,我准备好了。 我欣喜万分,将她一把抱起来,又是一个难忘的春宵凉夜。